既然設斷工路 一間騎鞋站 穿夾是發生起步 讓這個當地機民騎到 初步調查 其實是因為這個熱水 起的公山太久 造成家屬寫樓 因發起步 也讓騎鞋裡面九十五歲 這個人住的這個 溫馨老大人 全市區是很多 你騎會受騰凶 上到很嚴重 更影響到負近的騎鞋 通常有六個人 受傷有十幾斤的騎鞋飛順 民家家的火箭一直拿出來 消防禦玩油水蒜來灌救 把受傷的民眾 跟進去鞋層上面 把傷到便宜急救 以南市一天 有一家民家家 才能發生到十六十 九十五歲 生我們的輸出 它在大 傷勢很嚴重 這民眾有二急傷傷 把傷醫療 又送去台北嚴重來救救 現在還要來急救 他有可能是 他的那個管線褻弱 他造成了氣泡 消防禦玩二十六 再去營機起爆的現狀做調查 因為說這個土壞的所在 是在一樓的瓦斯的公圈 初步研究應該是 這熱水期的公圈太樓 必須瓦斯流出去 來引起博雜 受到博雜的影響 不能變形關於不會起來 連壁也敲開 有不少民眾早上 又起來清理 這時候而已 那時候講到心來還會錯 剛坐下來就 啪 好恐怖喔 皮皮剩 我兒子是稍微輕傷 因為後腦這邊 大概縫一針而已 老婆 老婆就大概縫了十一針 受到影響 三點的民眾 他們住在博雜的後面 博雜之後 他跟他們母和他們鍵都受傷 像十多點 這邊博雜都中 畢數六的人受傷 十多後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的出租 他鄉市的經驗中 他的房子的都廢棄 大股也都沸出來 在國外原因還要更詳細調查 在這裏中也補充 這裏中也補充